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勾结外国势力这四大类的罪行 而根据港媒透露 这些违法行为虽然没有追溯期 也就是代表既往不救 但是最高的刑罚则是终身监禁 而针对港版国安法 美国也祭出了一连串的经济制裁 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也有最新的回应 我们很多用在这方面的产品的行业 可能都有替代品 在世界其他国家都可能入到 而毕竟香港的制造业是非常非常之少 任何的制裁行动都不会害怕我们的 我们也都有心理准备 有需要有时候 我相信国家也都会采取反制的措施 可以听到林郑表示 美国的制裁只会对商业界带来一些的不方便 但是对香港整体影响不大 而且如果有需要也会配合北京当局进行反制措施 我们可以听到辞意 对商业界带来西红城 对相机 对商业界带来西红城 对商业界带来西红城市